方豐源 你好 你唱什麼歌都很開口嗎 原則上 我的聲音就是這樣 真的嗎 對對對 哇 雅雯老師的歌你也是這樣唱嗎 新春的人 把你心想聽 脈哭紅紅 沒一味道 那個好大力的來 何大力就來 我還不知道 就想來 謝謝 謝謝 鳳大哥 謝謝 許昌德老師先講評 我先講 方先生 我覺得你唱歌喔 雖然很像葉啟田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的唱歌的方式可能 比葉啟田更溫柔一點 更軟一點 所以你唱他的歌 其實我覺得你反而可以選一些 不是葉啟田的歌試看看 因為反正你唱誰的歌都有他的 都有這個聲音的特色啊 反而不會去拿去跟葉啟田做比較 是 然後那個 今天嘉宇喔 老師好 我覺得這首歌喔 我覺得你有一個問 其實大部分都唱得不錯 可是有個很重要的點喔 我要給你提醒一下 就是彈一聲啊 這是一個口語 這是要跟人家講話一個位子 一個口氣 你把它當作歌詞來唱喔 就會很怪 就這個點應該是要有一個氣氛來 啊 你就每次都唱這樣 啊 來 就是變得很理性在唱這個歌 就這個點上 我覺得可以再琢磨一下 好 我們請雅雯老師講評 來 嘉宇 後拍都是名 很適合你今天來唱 但是你完全沒入歌 唱得太切了 就像阿德老師講的 彈一聲啊 啊啊 那是一個嘆氣沒錯 但是你從頭到尾你會發現喔 你看回波帶 你會發現 彈一聲啊啊啊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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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點都太切 而且太明顯 顆粒都太多 彈一聲啊啊 一命啊啊 但這首歌 是苟延殘喘 要討厭的感覺 要有那個味道 你完全沒有 你把它唱成另外一個味道了 不猜你的肌甲 它要四段不斷 要好像要回去 又好像沒有回去 有黏好像沒有黏 要有那個感覺 我相信你絕對抓得到的 一定抓得到 你的肌甲很好 鑽然還是那句話 如果拍子不在你的心裡 你永遠只是聽感覺的話 不行 你一定要拍子在心裡 已經要打出來 你的小拇指 小指頭 哪個指頭打都沒關係 一定要 那個打一定要抓 那不然還是會出狀況 要加油了 謝謝老師 謝謝我們請國華老師講評 文俊 阿 這個 佳瑀齁 我是愬衷地佩服你了 因為你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上上下下 其實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又加上一個你不是 現在可以說是你的 另外一個第二個母語嘛 台語 但是我覺得很棒 因為你學歌本來就比別人更困難 那因為文化的關係 像剛剛老師講那個 厭一聲這個東西 它是很口語的 但是其實你沒有這個文化 你就不會有這樣子的思維 去想這樣子 用這樣的唱法 這也不怪你 不過這個就是經驗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意思存在 加油 謝謝老師 做難了 老師 你唱歌有一個地方 一定要改進 因為你要走下去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進 不然你走不下去 就是你唱歌太用力了 你是很大白的我不對 但是用力一定要用到對的地方 所謂的輕重 緩急 你現在只有重 所以你唱這種時候Rock的歌 會一顆一顆的就 其實唱歌盡量不要唱 自投唱那麼用力 因為你如果唱那麼用力的時候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你很難做情緒 你唱到背後的聲音就變成了 就沒那麼好聽 所以七分力打天下 用這樣的力道唱歌 絕對是綽綽有餘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方豐原先生的成績 評審請下分數 小葉啟稔 小葉啟稔 我們的方豐原大哥 第一次挑戰的成績 23.1分 所以大家不小心就掉下來 候選人寶座的 劉家瑜 這個禮拜表現如何 評審請下分數 劉家瑜 2 3.6分 2 3.6分 2 3.6分 這一關要帶完 馬上來看 只要坐一關 闖第二關的潘俊男 這就幾分了 評審請下分數 來 幫他準備要不要加油 劉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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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掉不下來 真的 想說又要平手了 有驚無險 真的 薄欣謝謝 方大哥 方大哥 好 妳的這個 就圓滿了嘛 東西南北 好 謝謝你哦 謝謝 好 有空要再來了 謝謝 好 沒關係啦 下禮拜應該會派更厲害的 會哦 這個局面可能被打破 劉屇永 好 先恭喜兩位 選上我們的紅人寶座 劉屁勇 恭喜潘俊男重進的第二關 佳羽 加油